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早安 让我们一起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神 神的爱是有能力的 祂能医治 祂能抚平 祂也会使我们合为一 主啊 求祢怜悯 祢是这地 所有奋争仇恨远离这地方 救主的爱 医治一切的伤口 祢是医治者 祢是真爱的源头 主啊 求祢赦免我们一切软弱 是我们一颗千倍爱人的心 求主的爱 抚平一切的伤痕 我们仰望祢 你是和平的君王 尊心主教导 我们彼此相爱 只有爱的是我们合而为一 信念信手牵手 我们同行祷告 愿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 主啊 求祢怜悯 祢是这地 所有奋争仇恨远离这地方 求主的爱 医治一切的伤口 你是医治者 你是医治者 你是真爱的源头 主啊 求祢赦免我们一切软弱 是我们一颗千倍爱人的心 求主的爱 抚平一切的伤痕 我们仰望祢 祢是和平的君王 尊心主教道 我们彼此相谈 只有爱的是我们 何而为一 心愿亲手牵手 我们同心祷告 愿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 尊心主教道 我们彼此相谈 只有爱的是我们 何而为一 心愿亲手牵手 我们同心祷告 愿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 尊心主教道 我们彼此相谈 心愿亲手牵手 我们同心祷告 变成爱充满每一个角落 主 是的主 我们相信祢的爱 能够来改变一切 祢的爱能够来 医治我们一切的伤口 祢的爱也能够 扶平我们一切的伤痕 主 我们相信祢教导我们要彼此确实相爱 因为爱能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何而为一 主 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我们求祢 用祢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也让我们活在祢的爱里面 也让我们确实的能够彼此相爱 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求神把祂的爱 更多更多充满在我们里面 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 《以福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 还有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扰闹 毁谤 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主的里面 让我们学习饶恕 饶恕其实对我们 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有一些时候 我们里面我们不肯饶恕 我们以为因为他伤害我 他们伤害我 所以我不能这样简单地饶恕 因为我希望我不饶恕他 透过不饶恕他来折磨他们 但是事实上有人说这样的话 不饶恕不是折磨对方 不饶恕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折磨我们自己 很多的时候不饶恕 因为我们不肯饶恕 所以其实不是把对方关到监狱 监牢的里面 而是把我们自己关在监牢的里面 我们要得到释放 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来饶恕 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我想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我们思想 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冲突 我们怎么样来处理 透人与人之间 我们难免会有冲突 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冲突 首先我们面对冲突 我们不要 有一些时候 我们火刃冲突 我们觉得即使有冲突 但是我们说没有了 没事了 但是里面我们有事 我们透过火刃 我们不敢去面对 那一个已经发生的冲突 或者是我们逃避冲突 我们是有冲突 我们用逃避 但是我们不敢面对 不敢去处理 真正的正确的心态 是当我们有冲突发生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处理这个冲突 而在处理冲突之前 我们要先来处理 我们内心 很多的时候 在这样的冲突中间 我们会生气 而且有怒气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生气 却不要犯罪 弟兄姊妹 我们会生气 一个 基督徒 不是没有脾气 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控制我们的脾气 欢迎就要说 有一些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事 我们会生气 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 或者不对的事 我们会生气 但是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说 生气 却不要犯罪 在这里 我们也看到一件事 生气跟犯罪 不是完全的一样 但是生气的时候 很容易犯罪 生气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失言 讲错的话 我们很容易失态 我们有不对的态度 我们很容易会失守 我们做一些不好 不对的事情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生气 却不要犯罪 另外一方面 不可寒怒到日落 不可寒怒到日落 就是 那个生气 我们不要让那个生气 继续地 继续地来控制我们 以至于 我们白天 甚至到晚上 甚至到睡觉 我们都受它 我们整个情绪 我们整个人 受它的影响 换句话说 这些东西 我们能够在日落之前 我们就能够处理 就能够处理 因为 假如我们生气 我们没有处理 我们就会变成寒怒 而寒怒 慢慢在我们内心的里面 我们没有处理 就变成苦毒 不但苦毒 而且变成恼恨 这里告诉我们说 都当除掉 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要除掉这一切 不然 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 那个苦毒在我们的里面 怒气 寒怒 产生的苦毒 在我们的里面 会影响 我们的身心灵 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 提到了说 很多时候有一些时候 有一些身体的疾病 其实不是因为身体 所产生出来 而是我们的情绪 我们人际关系 没有好好去处理 所以带来的 这个精神上面的疾病 或者身体上面的疾病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谈到 怎么样来处理 处理冲突 第一个我们处理冲突 第一个我们要承认 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 不管在家里 不管是在教会 不管是在职场 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承认冲突 我们必须要面对那个冲突 而且勇敢地 有智慧地来处理那个冲突 逃避冲突 火刃冲突 不是健康的 其实在我们生命中间 或者在我们个性的里面 其实包含我自己 很多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 就是逃避 就是火刃 但是这不是健康的 而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在神面前 说神啊 在这样的冲突中间 我愿意承认说 有冲突发生 不但有冲突发生 而且这样的冲突 带来我里面的痛苦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 说神啊 我为这个冲突 我很痛苦 甚至我很受伤 我们把我们的痛苦 我们受的伤 我们来到神面前 说神啊 是有冲突 而在这样的冲突的里面 我受伤 我痛苦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去了解 对方在这样的冲突中间 他手受的伤 以及他的痛苦 还进一步 我们来到神面前 说神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冷静下来 知道这样的冲突的中间 神啊 我有些什么错 哪一些方面是我的错 哪一些态度 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的不对 我们真正诚实地 在神的光中 来看见光 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检讨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来还醒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痛苦 在冲突中间 我们常常有盲点 看见别人的错 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错 而我们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来向对方道歉 在这样的冲突中间 不管我们错多错少 我们错多 当然应该道歉 我们错少 也应该为那个少的错 我们愿意道歉 我们求对方的饶恕 而当对方他愿意 当我们向他道歉 他也向我们道歉 我们愿意 就应该彼此的饶恕 当我们彼此饶恕的时候 我们不但是饶恕对方 我们让对方饶恕我们 但是可能有一些情形 那个情形是什么 那个情形就是 对方不愿意跟我们面对 我们愿意处理这个冲突 但是对方不愿意 在这个时候 至少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内心 可能根本没有机会 跟他沟通 甚至我们要向他道歉 他都不愿意 那至少我们要先处理 我们内心 让我们的心 在神的面前 至少我们向神认错 让神的爱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还有 当我们不但是饶恕 我们愿意祝福对方 饶恕 是消极的 但是祝福是积极的 我们什么时候想到 对方的时候 不但饶恕他 而且祝福他 当我们这样的祝福的时候 而且我们更要进一步 能够忘记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饶恕 但是不能忘记 我们有一些时候 我们饶恕 但是不能信任 所有这些 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 帮助我们 能够一步一步地往前 饶恕不容易 但是我们感谢主 在这样的一个里面 神会给我们恩典 很多的时候 我们觉得 这个冲突是这样的大 是这样的深 好像我们觉得 是超过我们力量 能够解决的 但是感谢神 我们看到在神的里面 神能够帮助我们 不但是让我们 能够跟人之间 我们有一个好的关系 能够恢复那个关系 而且使我们那个关系 能够不但是恢复 而且比以前 有更亲密的关系 弟兄姊妹 我想在我们 不管在家庭 在教会 在职场 关系是非常的重要 整本圣经是讲关系的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还有跟人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的处理 我相信神会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处理 使这个冲突 而使我们的关系 能够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进步 让我们在家庭中间 在教会里面 在职场中间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我相信神会给我们恩典 神会给我们力量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祷告 我祷告一句 你们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求主赐我温良柔顺 求主赐我温良柔顺 与人和好和睦 与人和好和睦 不主动 不容易主动 或者被动的与人冲突 不容易主动 或被动的与人冲突 当有冲突的时候 当有冲突的时候 不否认逃避冲突 不否认逃避冲突 使我爱心勇气去面对处理冲突 使我爱心勇气去面对处理冲突 除去我的偏见以盲点 除去我的偏见以盲点 愿意先道歉 先求饶恕 愿意先道歉 先求饶恕 更进一步愿意祝福旺季 更进一步愿意祝福旺季 保守我在父神的爱中 保守我在父神的爱中 也保守我在彼此相爱中不惧怕 也保守我在彼此相爱中不惧怕 不疏离 不疏离 父神帮助我们彼此饶恕 父神帮助我们彼此饶恕 正如父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 正如父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 奉主圣名求 奉主圣名求 阿们 我们来祷告 我们祷告 我们求神来帮助 好不好我们特别帮助我们 怎么样来处理我们最近的冲突 或者甚至来处理 我们已经比较久远的一些冲突 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释怀 从这些冲突 可能是最近的冲突 可能是已经很远很久以前的冲突 但是我们还没有处理 我们求主来医治我们新的伤 也医治我们久远的伤 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我它 banking前陪ノilt 然后我们死做的这些冲突 还请你救神来广告 我们生活是然后 accumulation 不管上我时间 取罪了我们 vi照着我们 还有空来 进行政缓 圣灵求你今早晨来光照我们 主啊让我们明白 主啊在我们里面是否有一些隐藏的怒气 主啊或者你光照我们 主啊让我们可以看见最近发生了一些冲突事件 你要对我们说什么 主啊试着透过今天的信息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解释 更深的自信 主啊若是在当中我们有被人得罪的 因着耶稣基督你为在十字架上所买赎我们的一切 你饶恕了一切 我们也愿意学习像你一样饶恕别人的过犯 主啊若是在这冲突关系里面 我们有得罪人的 我们也愿意先谦卑下来 学习道歉 主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也来医治我们内心里面的伤口 主我们谢谢你 阿们 阿们 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 特别教会跟教会之间 可能是旧的伤 可能是新的伤 我们特别会在台湾众教会中间 在大教会跟小教会之间 有没有一些旧的伤 新的伤 在国语的教会 台语的教会 客家的教会 甚至在原住民的教会 不同族群原住民的教会中间 那些伤害 有没有旧的伤 新的伤 我们都求主来医治我们 让我们彼此饶恕 彼此道歉 好不好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要来医治教会 阿们 阿们 已知� horm 所有的伤 这是 不yebab 所以 假设 你 从 如果 跟 你 如果你 如果你 我 我 我 刚 我 你 我 我 我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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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们在祢面前 我们仰望祢 因为祢是教会的主 主啊 基督祢是教会的元首 主啊 教会就是祢的身体 主啊 我们教会与教会之间是互卫之体的 主啊 我们在祢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求祢赐免 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 主啊 主啊 教会与教会之间 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 会有一些纷争 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们需要祢的恩典 在各个语言的里面 无论是国语的教会 台语的教会 主啊 是的课语的教会 冤作民的教会 主啊 说去不管有什么样的伤害 我们都愿意一起站立 我们愿意起来 我们愿意学习去饶恕 我们也愿意学习去 主啊 主啊 彼此的认罪 主啊 愿意学习在祢的面前 彼此的作福 我们要看见祢的身体越来越强壮 我们要看见教会 在这个时代要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因为祢的恩典 祢的和谐 祢的和平和一的恩高 要临到祢的教会 弟兄姊妹 我们最后来祷告 我们求神 求父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解开有一些的死结 在家人中间 在信徒中间 在教会之间 在教派之间 那种族群不解怨 那种不饶恕的死结 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把这个结完全地打开 好不好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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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所以不能一个心来跟社会 知道我们要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知道的 我们要在家里面 要重复的 就知道我们要面对重复 我们要是这样的 融入 现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在心目的世界中 哪里面的家里面 不然会有一个人 一家会在 一家的独自 这家会有那么多 一家不准的 这家会有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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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求你来解开我们过去 我们跟我们家人之间一切的伤害 带给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 攘闹纷争 主啊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在我们里面 主我们若不 主啊求神来医治 我们会带着一个伤害 继续去伤害别人 因此我们求神 你来医治我们里面的伤痛 也赦免我们过去 在彼此之间一切的苦毒 主啊一切在我们当中的那个恶毒 主啊那个彼此的伤害 主我们求你再一次 主啊来赦免我们 主我们也特别为在台湾 主啊在一个教会之间 以及弟兄姐妹在教会 一个肢体之间来仰望你 求神你挪去我们心中过去 这个不解厌不饶恕的使节 主啊再一次能够在基督里面 主啊把这个节打开 主让我们能够存着 主啊这个彼此怜悯相爱的心 主让你的爱在我们当中 主我们赞美你 主赞美你 我宣告在你那里面 一切的使节都打开了 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 奉主的名 阿弥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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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